米价真的会上涨吗 台湾去年出现了56年来 首次的风水期 没有台风过境 严重缺水的危机 让西部的一起倒座因此休耕 而最近更传出有西部的粮商 到花冬抢米 对花莲四大的米粮供应的农会都说 的确是有西部的粮商来花莲询问 但是花莲稻米的库存 都已经供应到今年的6月 目前稻米价格稳定 不过6月之后一起倒座收成 如果有粮商再来东部抢米的话 不排除米价可能上涨 你会担心这个他们来抢以后 这个米价会上涨吗 不会吧 米价真的会上涨吗 专责采买煮饭的妇人也不相信 不过台湾去年出现56年来 第一次风水期没有台风过境 西部更是一起倒座休耕 抢米风生并非空穴来风 这样手会最酸 每天回去都痛而已 但钱都抢没差 实际来到玉溪农会 员工的手停不下来 忙着将米分袋封装 到米市场需求上升 更有西部米商到东部抢米 确实西部的厂商 尤其是有几个大厂 它都有来我们这边询问 但是因为我们本身 今年的销量比较好 所以我们也应该不会有 多余的米来出给他们 就怕中西部雨持续不下 米商到东部抢米造成米价上涨 花莲四大米粮供应农会也只能保证米价稳定到今年六月 目前到今年七月为止是没有调涨的想法 去年二期收了1400吨 去年一期收了1800多吨 所以足够我们提供一阵年的需求量 今年一起做 在六月开始经收的时候 是不是西部粮商会过来 那时候会比较明显一点 极端气候粮食产量被影响 米商强米万一米价到六月后 先请震荡对物价可能造成更大伤害 记得陈敬业欢联报道